郑前隆议员在定期会指出 深安宫以及慈慧堂是花莲两大宗教庙宇总坛 而花莲县府是否能够协助花莲深安宫以及慈慧堂 就宗教年度活动共同行销提升观光客 来到花莲参与宫庙活动的热潮 为花莲创造不一样的观光旅游模式 二十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近期到第三天 郑前隆议员在定期会上指出 圣安宫与慈慧堂是花莲两大宗教庙宇的总坛 花莲县政府是否能够借此与具有指标性的宫庙活动合作 以绕境的形态推出 有如西部大甲正安宫绕境活动 为花莲的观光创造不一样的旅游模式 县府如果说要主办的话 我相信啦 花莲的宗教一定有潜力支持 因为这十几年来 我们花莲的宗教各寺庙 也得到我们花莲县政府很多的益助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有利的一个资源在 只要我们要办 我想花莲各宗教一定会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的宗教文化之理会办得有声有色 那文化纪的定位 就是要借着宗教关怀以人民为本 那延伸出了很多的一个 光光的文化器进而创造了可创的经济效益 那针对我们花莲圣安宫慈慧堂 是我们母娘在民国38年下降的一个圣地 那全省各地有很多的分堂 那本期今天在我们意思听 是希望我们县政府能为我们地方带来更多的一个光光的人潮 就像我们台中大甲镇南宫 它每年一度的绕境 吸引了将近有300万人次的参加 带来了很多的商机 也带来很多的观光客 我想花莲独天独厚 就有那么好的一个宗教圣地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母娘精神推销到前省 甚至于全世界 让各地的信徒可以来花莲来从事我们宗教的活动 可以比照我们大甲圣南宫 的绕境活动 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观光 也可以借着宗教来安抚人心 尤其是在我们疫情过后之后 那宗教可以让我们民众来安心 那办个大型的绕境活动 可以吸引很多观光客到花莲来 也可以造就了很多的商机 也可以行销我们花莲 让世界各地前省都知道 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 他并且呼吁花莲县政府是否能够协助 花莲圣安宫以及慈慧堂 藉由宗教年度活动共同行销花莲的观光 吸引各地的信徒来到花莲 从事宗教活动为花莲创造不一样的观光旅游模式 重点核心价值在安定人心 进化社会 那他能够夹带的是产生更多的 属于文化深入还有观光的效益 我想在几个例子上可以做很好的见证 在这个无论是我们大甲镇南宫的这个 妈祖出巡的部分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